Hello大家好,我是Sky 那今天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M6的使用指南 其实呢我一直很害怕录这种指南教程 因为每个人的理解的点或者是不懂的点不一样 有时候我怕说的太过笼统 然后有时候怕又说的太多废话 但是今天呢还是吵比较多废话这边说吧 所以我在旁边呢会放一个空降指南 这是方便大家自己去看自己想看的部分 首先呢我要说的是 这一个不是一个视频版的说明书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不会教你怎么样去利用手机连接它 或者是连接WiFi之类的 一些跟摄影知识没有关系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说明书上面解决 那么我会说的一些东西是包括 比如说如果你拍照片拍糊了 你要怎么样去解决它 或者是一些风格档是怎么调 一些东西要怎么样关闭 这些可能会牵扯到专业术语 然后你在看说明书的时候 并不会去理解东西 第一个环节就是我的M6长什么样 然后我配了哪些镜头 我弄了哪些配件 会让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加方便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M6的肩带 我用的肩带并不是佳能原配的肩带 因为我觉得佳能原配的肩带不是很好用 配了一个这个cam-in的这种肩带 那这种肩带的好处就是 它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当我如果需要上三脚架 或者别的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这个拖下来 这样子能够更方便我去使用这一台相机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菜单里面的设定 进入Q就可以进入了 那在这个对焦方面 我喜欢使用AF人脸追焦模式 促成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喜欢用电脑修图 所以我习惯设置在肉档 如果你不怎么使用电脑修图的话 可以放在JPEG最高这一档 那在使用录制视频的帧率的时候 我是放在59.94这边 方便编辑慢动作 接下来就是单拍还是连拍 就是在这选择啦 那白平衡方面呢 我个人喜欢放在自动 因为我还是比较相信佳能的 自动白平衡的能力的 接下来就是佳能的风格档设定 很多人说佳能拍人粉嫩 但其实你不去调这个风格档 是不会粉嫩的 那也不会有什么磨皮之类的效果 进入人像风格档 它就自带一层磨皮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调试方法了 一般来说呢就是一秒粉嫩 如果你要拍摄景 或者美妆视频之类 需要清晰度和公正的颜色 那就返回 接下来就是测光方式 那正常情况下 我都会使用测光方式 如果是逆光的话 我就会使用点测光 那点击menu进来 有一个我经常接触到的问题 就是有人会问我 拍摄的时候有红光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就是这边关闭就好了 由于我不太喜欢电子防抖的效果 所以我一般会把数码IS也给关闭掉 还有一个剩下的问题 就是我会注意在视频制式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人在北美嘛 所以这边最好使用是NTSC格式 如果你是在亚洲的话 就可以使用APL格式 那M6还有一个直接在机身上 把肉导转成编辑成为JPEG的格式 在查看照片的时候 点击中间的set键 在触摸屏的最旁边 你可以看到机身的内部编辑模式 然后进行编辑和转存啦 那么我日常是如何拍照的呢 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偏好于光圈优先模式的人 光圈优先呢 就是展牌上的AV档 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 摄影是一场和光的游戏 一切的成像好坏 很多时候都取决于光 拍摄的时候有三要素 快门ISO和光圈 这三者共同决定曝光 这三要素呢 是一个三角形关系 并且中间存在着一些计算方法 真的要说起来非常的复杂 所以之后我会在微博上面 放出图文版本来解释 那我任何的相机 在不拍摄一些特殊场景的情况下 都是常年放在光圈优先模式的 ISO和快门速度我都会放在自动 但是同样的我也会把ISO上线给设定好 比如说就M6来说 当ISO高于3200的时候 我觉得就不太好看了 所以在这儿我就会把ISO上线设置在3200 说到这里 我再教大家一招怎么样判断自己的照片 为什么拍糊了 在你打开拍糊 或者是觉得拍的不清晰的照片里 按这个键查看参数 观察你这张照片的ISO 快门速度和光圈 那还有一种拍糊的情况 就是有时候不小心按到了手动对焦 其实手动对焦也是可以用的 只是对新手不太友好 查看方法就是看看自己的屏幕上方 这个MF是否亮着 如果亮着的话就是手动对焦啦 要把它按掉就回到自动对焦上 那我自己拍照的时候呢 会有习惯性的开启水平辅助线 当你的相机是水平垂直的时候 这条线会从红色变成绿色 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开启的这个功能 会更加方便取景和构图 那目前呢我的M6配了这四个镜头 推荐指数也写在上面了 那就让我们一个个来看一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22毫米这个饼干头 我推荐过很多妹子入它 虽然说好像现在不太好买了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头加上11-22的广角镜 那真的是日常足够使用了 因为这个头的光圈比较大 也比较适合暗光黄镜下面拍摄 一般来说我觉得M6本身的发色 已经很好看了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跟我一样 后期用软件自己加些滤镜 接下来就是很多人会问过我的 这个头到底适不适合自拍呢 因为像画面中这样 如果你要用它自拍的话 那你的手真的是要伸得非常的长 那拍出来的话头也比较大一些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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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镜头是11-22mm 这个广角镜可以用来拍一些全身人像或者是Vlog之类要对着脸的 那拿这个镜头拍全身腿长没两米你来揍我 因为是广角镜所以拿来自拍的话脸是相当的小 不过因为它光圈比较小 所以在若光环境下面也可以看出来画质是比较渣的 接下来是试码的18-35这个头 这个头也是我日常给大家录一些露脸的视频时候使用的镜头 但是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给入门玩家 我的答案是不推荐 因为它太贵了而且上了机子以后头重矫情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的机身还是可以配一个 因为这个头真的很通用 而且它可以接speed booster之类的转接环上去H5之类的 那相加能的200D啊80D啊这些机子也可以直接使用 最后是这个28毫米的微巨头 我之前专门出一个视频讲过 那推不推荐呢 我的观点是有闲钱可以买 没闲钱也没差 那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个M6的外接麦克风接口 我个人觉得这个外接麦克风还是挺重要的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使用头顶的热靴的话 你就会看不见自己 那我的解决方案是给它配了一个手把 这个手把我是在亚马逊买的质量挺差的 但是我一般都是在家里录视频 所以就是可以用就好了 那也有很多牛人会自己DIY粘上去 我动手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会把大神DIY的链接放在评论或者是info box里面 那至于需不需要这个外接麦克风 我觉得需要 不过呢这个为什么需要 说起来就很复杂了 有机会我会专门录一个视频给大家听一下对比 那今天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在室外时候到底内置麦克风和外接麦克风 有怎样的普通收音给大家听看看 然后我这一份选的是寿司米 然后还有吞拿鱼和蟹子 还有三文鱼和就各种奇奇怪怪 我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然后你把那个话筒 麦克风拔掉 然后现在我要来尝看看这个 到底会要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咬起来大家会尝到 有扇贝 然后有吞拿鱼 还有包花 很好吃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们在使用这台机器的时候 有些帮助 微博呢也会放出一些具体的术语方面的解释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